这是当今国内唯一奉七佛为主尊的寺院 但在辽宋时代却未必如是 考诸佛典奉国寺所奉七佛 因分别是 皮摩师佛 施器佛 提舍福佛 居留孙佛 居纳汉摩尼佛 甲叶佛和施加摩尼佛 七尊金色佛像 端座排列 庄严辉弘 殿语中 施加佛与其他六佛身姿不同 脸微微瞧相西侧 右手一向西方摊开 似有所指引 大雄殿 七佛造像各通高三丈有计 壮伪到内人身位 若非坐下小体量的邪师菩萨引导 简直无法清净 有学者推测 奉国寺七佛 可能重视的是七位辽地 其中辽圣宗皇帝耶律龙旭 是称施加摩尼转世 更有人推测 居中的皮博师佛 是耶律龙旭 为祭奠自己的母亲命工匠 按照萧太后的容貌进行雕塑 七尊佛像 保存了很大程度上辽带的成分 比如佛祖头顶的脊柱位置 就是宋寮时代的典型特征 往后受藏身佛教影响 就会做到头顶了 七佛之邪式菩萨 仪容动人 观伏经历各不相同 因为寮食原作 七后之好事之徒 未补素 断残之手臂 吃以法器 输为不伦 又和足底年花 两朵为衣 步履之轻 不负见义 除佛像 大雄殿类言 仍保有相当数量的 寮带梁府采化 及斗拱采化 其中最为精美的 就是梁府下的四十二非天 历经千年 虽然暗淡 但依然灵动 皆从四方 朝礼七佛 或莲花 或托盘 抚养身姿 似于佛 菩萨及信众 荣荣以堂 七佛背后 还有明万里年间 辽东总兵 林远伯 李承良的母亲 素氏 重修的一尊 导作观音 当下四故 空无一人 我独自一人 静静地游走在这 千年佛殿之下 面对着七尊 千年前的佛像 心无一物